站在高处眺望国土 澳洲雪梨郊外有个名叫亚特兰蒂姆帝国的唯国家 国王乔治二世在一座废弃矿山上治理自己的国家 它是7.76公里的区域 它是两个大小的大小 和半个大小的大小的大小 这库库由乔治二世的皇帝和一位同仁 为国家也称作私人国家 由少数人组成 没有其他国家外交承认 也几乎不行使主权 亚特兰蒂姆帝国在国王的主政下 除了盖纪念碑等景点 还发行护照 钱币 纸钞和邮票 其中建国初期发行邮票时 还曾经一度和澳洲政府发生冲突 亚特兰蒂姆帝国 1981年创立 立国将近40年来 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位公民 中央社记者邱德珍学历报道